你注意到了吗 神话维基斯重制版的一些细节上 竟然比不过18年前的原版 这明显是在偷工减料啊 在原版中有一个细节 村长死后左边的一眼掉了出来 上面沾满了粘液 接着梁把它拾起来 还能看到粘液在拉丝 瞬间一手恶心的触感就扑面而来 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细节在重制版里面并没有还原出来 掉落的眼球质感非常的小清新 就好像只是一颗从塑胶模型上脱落的零部件 完全没有理由画质高端的重制版 无法做出这样的细节 我只能怀疑是卡普空的美工偷懒了吧 结合重制版的整体画风 会发现和原版相比 这个版本的尺度明显趋于保守 在原版中 如果里昂不小心进入了神奇的视角 艾什利就会立刻出言呵斥 原版艾什利不能自己下楼梯的设定 我怀疑很大程度上 都是为了抛出这个小小的恶趣味 而刻意做出的引导 重制版的艾什利就可以自己下楼梯了 这个细节也就顺理成章的大幅缩水 你需要长时间以这样的视角 一直盯着艾什利 才会触发一个小小的反馈动作 做的是如此的隐晦 在比如路易斯和艾什利初次见面时 那段轻浮的对话也被缩水了 这段对话在原版里面 其实是这样的 另外游戏里面女性角色的着装都是炎芳瓷手 你能想象在重制版里面无比小清新的艾什利 在原版中竟然也有如此狂野的装扮吗 像艾达这身经典的旗袍装扮 也是包裹得严严实实 和原版的差别非常之大 而且原版为了展示独特的高开叉设计 还刻意给王阿姨增加了很多后翻的特写 这些在重制版里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说要去期待这样一部主流大作 会做出什么真正出格的画面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因为尺度缩水失去了不少的乐趣 最终BOSS萨德勒舍弃人类形态变身的过程中 有一段特写是他嘴里突出的巨大眼球 可以想象此时他的发声通道都已经被阻断了 是不可能发出清晰的声音的 原版就特别注重了这个细节 从这一刻开始萨德勒的声音就变成了嘟囊的怪叫 而在重制版里面这个细节完全被忽视了 即使在变身之后 萨德勒依然可以赋予传音 这就有点离谱 最后这个算是重制版的一大遗憾 在可以解锁的终极武器里面 唯独缺少了原版里面的超级神器 TRL-412 看全程就知道 它其实是一把专用的雏虫激光枪 直接点射枪口只会喷出泛射的白光 激晕附近的敌人 攻击力并不突出 相当于是扔了一颗闪光弹 而且它还需要充电 有一个不短的CD时间 所以机动性上不如其他的枪械 它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蓄力攻击 像这样在场景的开阔处 蓄力然后放开 数道激光就会同时射出 定点到视野中所有的敌人将其秒杀 这逆天的火力 夸张的攻击范围 还有几乎不用瞄准的特性 我个人觉得应该算是整个圣化系列 最强的杀器了吧 在它的面前 无线火箭筒都只能算是来自低维度的玩具 真希望重制版能够快快把它加入进来 即使单独付费也没有关系